你有沒有覺得現在買疫苗的快慢 變成一場戰爭 就是說在國內的政治 我覺得國內政治是只要疫苗 這件事情他可以從頭炒到尾 他會隨著時間點的不同 抓不同的議題出來 那之前就說你買不到 然後買到了之後 就說你買太少 要不然就說你買太貴 然後現在就說打太慢 你到貨 你看人家都已經減量了 那你臺灣完蛋了 就我們買到的這個疫苗 其實如果我們的合約是沒有做更改的話 那責任也不會在我方 那你也不用提早的超前部署的唱衰 就是唱衰 我覺得超前部署的唱衰 對對對 我覺得國內的政治就會有一個唱衰 超前部署這樣的概念 就明明還沒發生 可是他要提早做唱衰 然後目的是為了要打擊政府的 這個公信力威信 當國民黨很多人 我不要講唱賀 為什麼你知道 他們其實國民黨在改變 以前都是大陸先講 國民黨出來講 結果大家說 你看你國民黨都跟著大陸的腳步 去走 你們在唱賀人家 現在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都改了 國民黨先講 說之後又換大陸講 換大陸跟他唱賀 你知道嗎 他的方式改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樣說比較正確 國民黨先講 再來換共產黨講 他說之後國共合作 合作完了之後變成怎樣 你知道中國大陸在營造一個東西 你看臺灣裡面有人這樣講 這是臺灣有需求 我們聽見臺灣人的聲音 我跟你講他的政治手法在改變了 那他用這種改變 你再回來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兩邊就要有默契 什麼默契而已 我們就問這個劇本誰寫的 因為我就說以前是中國大陸先講 共產黨講完之後換國民黨講 現在改過來了 所有人講的東西都一樣 他只是先後順序而已 好 我們就回來看那個疫苗那件事 當國民黨很多人都跳出來講說 哎呀 你們就是要跟他的總代理談 你怎麼可能跳過他 那就表示什麼 國民黨講這些話的人 他很清楚的知道 疫苗的資源性是掌控在中國大陸手上 所以他才會不斷的呼籲說 你要去跟他談 你要去跟他談 我們就問 從上一次2016年到今天為止 兩岸所有的協議為什麼停止 因為沒辦法會談 因為大陸不跟你談 他的架構一樣 你不接受他的所謂的 以前他講九二共識 我老實講 老共現在九二共識的立場 也跟國民黨都不一樣 國民黨當時在那個 要去跟人家會談的時候 他也很清楚 知道這個改變了 但國民黨不碰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現在 這些的架構之下 不斷的告訴你講說 你要跟他走 我們就問一件事 今天馬曉光出來講說 我疫苗早就準備好了 你看 沒有 他只要跟你說 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都在這邊 看著不然 不好意思 中國大陸有多少民眾現在 也要去打疫苗 你有去打一下嗎 你在這一塊 通通都沒有 大家都在那裡打高空 你知道 好像講的就是說 你看我替你著想的 怎麼樣 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最大的改變 就是現在的發動攻擊 由國民黨開始發動 他就告訴你 講說 不是我中國大陸看到的 是你們有這個需求 我才來幫你們 就是你不要 晚間10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